看看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西周出现了伤脏欲了 伤脏欲这个是欲夫面具 欲夫面具 你看上面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巴 是不是这个欲黄 就像耳朵一样的 整个这一些碎碎的片剑的欲 缝站在一块丝绸上 死了以后就盖在死人的墨主人的脸上 这个就叫负面具 就是仗欲的先锋 所以把这些站在仿制品上 用于连葬时覆盖在死者的面部 但是这种的伤葬品出现于贵族墨群 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使用的 因为在西周的时候 等级制度是非常严格的 你什么身份用什么欲 什么东西是什么身份的人用 他在宫廷里贵族区里头 分的非常严格 我们说是帝王西周王朝 他本身成立贵族群 成立了一个欲服 这个欲服也好 就是管理用欲的制度 什么欲什么时候用 有的时候是礼欲 有的是他是装 普通的生活中间的装饰用欲 有的是上张时候才能用的 所以这种等级非得很清楚 很清楚 那么像一般都是活人生前用的欲 死了以后他是四死为生 四死而生 把生前的一种使用的一些欲 死了以后全部埋葬下去 作为藏物 开始都是这样的 到后来往往你死者为死者赶作藏欲 那么西周王朝代亚往往都是用生前玩的欲 死了以后就培葬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第五个特点就是 伤葬欲 负面具出现 我们现在看第六个特点 这是一个禅 我们说资料 就是禅 欲禅 欲禅呢 这个我们分三种 有死人用的 我们叫寒禅 为什么死人用禅 因为禅是出于污泥而不染 他离开了土 他成为一个飞虫了 就成为一个资料 可以飞到天空中间 可以再生了 死了以后 他在土里的时候是一个勇 那么人死了以后呢 学这个寓意 就是我死了以后 我的身体就是躯壳 我的禅放在嘴巴里以后 我的魂灵再生 马上就可以再生了 我死了以后躯壳 是尸体是躯壳 所以有寒禅 死人用的叫寒禅 活人用的叫配禅 配禅就是配在腰间的 配在身上 配在腰间 就是表示 因为这个资料啊 这个禅呢 是在树上 我们吃的饭呢 它不食 煮饭的 它是吃露水的 人间烟火 它不是人间烟火的 它是肚子里 就是喝露水的 所以说 禅是最高级的 它肚子里没有脏东西的 所以往往君子配了那个禅 表示我君子的身份 光明正大 纯洁 不是凡人 那么像这种配禅 像我们现在打出来的这一件 就是配禅 这是西州墓出土的 国库墓出土的 它上面 上面有孔的 下面也有孔的 你看横前面 上面有一个孔 上下有穿孔的 可以穿孔 有穿孔的话 就是配禅 这活人用的 叫配禅 那么死人用的 叫寒禅 还有一个禅 叫冠禅 冒冠的冠 叫冠禅 冠禅的话 叫做官的人用的 我们现在看定义 很多故事 上面帽子上 都有一个禅 那就冠禅 冠禅呢 禅后面呢 往往有一个橡皮川 缝在这件帽子上 那么表示我是清官 我不是贪官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贯禅 所以我们禅的含义 从史前文化的 红山文化也好 梁族文化也好 都有预禅 包括商 周 一直到现在 每个时代都有预禅的 说明这个传统文化 我们古人是非常喜欢的 喜欢它的含义 不是它的美 喜欢它的含义 是不是 可以再生 我纯级 我不是青瓜 所以有寒蝉 有屁蝉 有冠蝉 子芬 这个我们看一下 叫育虫 那么这个育虫呢 我们说两种文化 就由育虫出现了 是吧 到上周时候的育虫呢 往往比较短 小 树 没有像两种这个分十几节啊 十二节啊 十九节啊 这么高的育虫没有的 只有矮小的是单育为多 而且都是树生为多 树生为多 那么这个我们目前出土的育虫来看 上周的育虫 基本上都是素世为多 文是很少 庆舍也是非常符合上周几千年的苍老 才能定位上周 还是根据玉才的苍老来定 玉才的苍老来定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这个都是玉皇 有的是玉鱼做成玉皇 旁边就是个玉鱼 左边我们看一下 这个陈祖配都是玉皇 都是鲤鱼 但是呢 我们在西州时候呢 出现了很多陈祖配 陈祖配 到下面有 我告诉你 什么叫陈祖配 都有多件的玉皇 加很多玛瑙珠啊 绿松珠啊 陈祖很长很长的挂在脖子上 礼仪用于用的 那么像这种鱼 我们刚才看到了商代用鱼 商代的那个鱼鱼 再我们看一看 西州的鱼鱼有什么不同点 西州的鱼鱼 鱼鱼跟商代的鱼鱼不同点呢 因为商代的鱼鱼是 一个是短直线位多 一个尾不带润 那么到西州呢 它进一步的跳跃色了 弯圈都更大 跳跃色更美丽 更华美 跟图案华美 那么往往像这种鱼鱼呢 做成成组配上的玉皇 我们再看下面一件 那这就是玉皇 但是也有用鱼鱼做成玉皇 放在成组配上 那么这个第七个特点呢 就是成组配顺行 我们商代没有成组配的啊 我们从西州开始成组配 一直到清代都有成组配的 长短耳鱼 就是长的跟短的耳鱼 还有脖子 西州的成组配是挂在脖子上 一直吐到膝盖上 礼仪用玉的时候用的 到后来的成组配 都是挂在腰带上的 不是挂在脖子上的 不同点就在这 那往往西州的成组配呢 最长的可以说一米七 北朝靖侯莫出土呢 有一个时候 那个 那个周末王的小妾 出土了一件 一米七长的成组配 有204件玉 包括猪啊 一粒猪也算一件的啊 包括绿松猪啊 马脑猪 加起来有204件 最多的玉就是204件 一般的成组配呢 一般是三件玉皇啊 五件七件玉皇啊 一般十几公分 二十公分最多了 那一件呢 是很特殊的身份 才出现的 但是我会讲 那么这个成组配 就是礼义用玉 才能挂的 平时不挂的 出土中间有男的挂 有女的挂 但是一般是女的 比男的多一点 那么这个成组配里头呢 往往有玉皇 玉痕 玉管 还有很多玛瑙珠 料珠 绿松珠 还有绿松的管 玛瑙的管 多种东西 组成一个成组配 那么现在外面 我们社会上买的很多 我们这种玛瑙叫西玛 西州玛瑙 它们简称西玛 因为西玛要上千块 很贵很贵的 但是很多都是假的 所以今后我们要看到 这种成组配上 掉下的一粒玛瑙珠 我们首先要看它雕作 对不对 苍老对不对 有没有土离 寿庆 养花 对不对 它的两头都是平的 中间的桶 中间的那个孔 跟现在做的孔 完全是不一样 这个呢 就是都要学的 那我们再看看 上面那个玉皇 你们看一下 陈之墨 你看这个是陈之墨吧 不是眼角带钩 眼梢出虚了吗 你凡是发现陈之墨 你一看眼角带钩 眼梢出虚 一看斜坡 一面是宽的硬颗线 一面是宅的硬颗线 一看就是西州 那个上代的玉皇 基本上都是光束的 都光束的 没有这种文式的 那么西州的玉皇 有没有光束的 也有光束的 但是你看看这个钦呢 这些都是和田玉的 这种钦呢 应该叫满钦 不留空白的 我们叫满钦 这种收藏古玉的人 最喜欢这种钦 钦是千种玉万种钦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么这种钦涉的变化 是多方面的 所以往往呢 钦涉的真假 钦涉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 它经济价值的高低 啊